来关心台中一所国中 昨天傍晚放学时间 竟然有学生在校门口 嚣张亮枪 起因还只是因为 他去不了毕业旅行 说想要给学校难堪 这六位同学当中 有一位是国三的学长 过去因为忤逆老师 无教骑车代为竞品 总共被记了九支大过 所以学校为了惩罚他 不让他跟着其他同学去毕举 他就找了毕业生 还有其他的在校学弟 双方彼此叫嚣 还怂恿其中一位一年级的学弟 拿枪出来挑衅吓大家 好在后来警方追查 只是玩具枪 不过这六个人也被一社违法 少年事件处理法给逮捕 一名穿着校服的国中生 手上拿着玩具空气枪 不断朝前方另一名学生叫嚣 过程中还踢了对方一脚 负责掌精的人 则是不断怂恿他动手 最后被挑衅的学生 忍耐到了极限 双方展开激烈扭打 还一路打到马路中间 事发地点位在台中一所国中 当时是放学时间 有不少学生在校外走动 准备要回家 根据校方说法 是负责掌精的三年级学生 跟着一名同学 还有两名毕业生 一起怂恿一年级的学弟 动手欺负其他班级的学生 实际向校方了解 这名三年级生 因为辱骂师长 携带违禁品 还有无照骑车等脱序行为 已经被记了九支大过 今年的毕业旅行 校方开会决定不让他参加 他因此心生不满 做出毁损校域的报复行为 警方在网路上发信影片流传 立刻将六名试案学生 带回调查 学生带玩具空气枪进校园 校方强调将会加强辅导 预计在11月2号召开江城委员会 针对学生的不良行为进行惩处 华智轩宇竹于校园台中报道 哈喽我是冯卫之 想要抢先找握最及时的 新闻知识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